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奇案说法 最近做了一个系列叫当代江湖密文录 上一期我给大家讲了一个 利用一个小小的20秒的短视频 然后疯狂诈骗了三个亿 半年时间疯狂诈骗了三个亿的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呢,而且当时还没有人报案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关于利用商业漏洞薅羊毛的事情 而且官方还都默认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们薅到钱的 薅到手的钱最终都揣到了自己的兜里面 那么我们这个薅羊毛这个词呢 最早是一个喜剧小品来的 就演变成了利用商业促销 来捡便宜占便宜的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都知道呢,现代社会呢 就是为了商品促销,为了推广 为了占有更好的市场 他都要搞很多促销活动 搞很多优惠活动 有些优惠活动呢,他设计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是商家有意还是无意 他就有存在一些微妙的漏洞 然后就为一些很敏感的人 洞悉到了这个漏洞 然后他就利用这个漏洞啊 就狂赚一笔 本来商家本意是通过这个商业的推广 来抢占市场,来推自己的产品 结果呢,变成了给这些人免费发钱 那么今天我主要说的三个案例 其中包括最后还包括支付宝的一个 就是当时有人利用支付宝这个促销活动啊 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耗羊毛耗了53万 另外一个是170多万 这两个人都是网上贴出来的 那么我现在先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呢 就是早些年这个中国大陆的三家 这个通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 他们之间那些年搞促销 经常被人薅羊毛的一个事情 早些年呢,手机市场当时刚刚打开 这个很多人都看到了手机市场的这个商机 所以呢,当时电信移动联通这三家 他为了抢占这个市场 他投入的那个促销力度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当时移动有一个活动 他就是你充100块的花费 他再给你送300块的花费 以此类推 那么好多人就会想 哎呦,这个花费我充进去 我再充多少 他始终还是一个电话花费 他只能用于打电话嘛 很多人当时很单纯的就 就想这个钱你充进 充100也好,充1000也好 你充进去 虽然你有4000花费 但是这个花费你除了打电话 发短信你还能用什么呢 你没法把它再变成你兜里面的钱 但是呢,当时就有这样一些高手大佬 他就很微妙的利用了 当时几大运营商的一些其他的产品 成功的把这个钱套现 装到自己兜里面 然后他们就疯狂的 利用那个购买别人的身份证来 充开心卡 然后来充值 然后当时有人就几百万这样的 去充这个电话费 当然他不是充到一张 是充到很多张 然后他怎么提现的呢 当时电信移动 连同他都有一个网上商城 这个网上商城呢 是可以用你电话费 在那个商城里面进行购物的 然后很多人说 我不可能拿这个费去 我买一堆过碗瓢瓶回来 我拿到家里面 我也不好再变卖是吧 那么实际上他们利用这个网上商城来进行变现呢 他不是买食物 而是买的里面的虚拟产品 比如说游戏点卡 而且他不是真的要那个卖家来发货 他是直接跟卖家达成协议 比如说他跟卖家那边说 我这有四百万 我买你的四百万的虚拟的游戏币 或者游戏点卡 然后你呢 你后台你就虚假发一个 你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发货 然后回过头来 你再把我购物的这四百万 你返还三百五十万给我 这样一来呢 扣除他的本金一百万 实际上他就能到手两百五十万 这个方法呢 当时实际上是真的有很多团队 去通过这个方法来耗羊毛 而且赚了不少钱 因为当时移动啊 还有那个联通电信 他们抢这个市场 投入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当时他们实际上 也为了就是能够增加这个新用户嘛 增加新用户 他这块投资也很大 所以实际上有些团队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灰色产业链 他实际上这个团队呢 是一条龙的 从那个提供身份证 到充值 再到变现 那些全部都是各个环节 他都有人在赚这个钱 但最终这个钱就相当于免费发 然后就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兜里面 当时移动联通电信 那几年这个钱 就是投资的这个 这个出销的这个钱 就被这些团队给疯狂的耗羊毛给耗着不少 后来这个他们自己也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后来他们在新的那些出销方案当中呢 就进行了很大幅度的一些修改 你充100他只给你额外再增加80 那个花费的额度力度也小了很多 然后他返还呢 他也不是说你充多少他就返多少 他充了之后是按12个月 也就是一年 他每个月返你多少 这样每个月返还一点 这样他就避免你一次性 把这个钱直接套现 但是呢 即便如此 就说力度小了 然后这个 套现也更加复杂化了 但是仍然还到现在 还有人 在继续利用这个东西 在进行这方面的耗羊毛 只不过呢 相对来说利润要小一点 然后呢 这个复杂程度也要复杂一点 那么说完这个 三大运营商之间 当年被薅羊毛的一些事情呢 我还说一下 就是那个 前段时间不是滴滴 因为一些事情被约谈 然后也弄得挺大吗 当年滴滴在抢卖市场的时候 他那个为了抢市场 因为他要做数据嘛 他你数据面好 然后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融资 融资之后 以后涉及到一个是 一轮融资二轮融资 再加上后来的那个 IPO就是上市那些东西 所以他这个数据面就很需要 需要很好的数据面 所以当时他投的那个 促销力度也很大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活动是这样的 就是他是针对 司机和乘客都分别进行了 促销 他当时 针对司机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司机你跑到一百块钱 然后你扣除平台的那 那个百分之二十 当时百分之二十的那个平台费用之后 他再额外给你反应的钱 总之就是司机这边最 跑满一百块 司机到手是一百六十块钱 然后呢 他当时对乘客也 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促销 类似刚刚跟我说的 移动这个 就是充一百送 送三百的这个话 这个 促销活动 他是 也是充一百 就送两百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乘客这边 充一百之后 总共的账面上是有三百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 有心人就会计算了 乘客这边 你是 你是有三百块钱 这三百块钱花出去之后 也就是司机那边 能对应产生三百块钱的 那个 跑出来的那个订单销量 那么这三百块钱 司机又分别 每一百就能得到一百六 那么这三百块钱 也就理论上能够产生 四百八十块钱的那个 收益 也就是说你这边 实际你作为乘客 你投入者是一百块钱 那么如果司机端那边产出的 是四百八十块钱 这中间的进入利润是多少呢 三百八十块钱 那么这时候就还要说到 当时滴滴的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他当时滴滴派单 他不是像现在 他是在一定范围内水机派 他当时滴滴派单 是一个究竟原则派单 就是你这单乘客派出去之后 他会直接派到你附近 最近的一个 滴滴注册司机的那边去 那么当时北京就有很多人 他是这样的 就是他拿好几个手机 五六个手机 甚至十多个手机都有 他直接揣在自己兜里面 然后他这些手机都注册了 那个这个滴滴 然后也冲了值 就按比例得到了 得到了这个金额嘛 然后他就自己派单 自己接 自己派单 自己接 一旦他派出去 不是他自己接 他立刻就直接取消掉 重新再派 他这边一边自己派 一边自己接 接到这个订单之后呢 他是不是 就你订单嘛 毕竟要我 跑出去兜一圈 才能赚到这个钱嘛 很多人都 当时我都天真了 我都以为是 他就可能自己开这个车 出去兜一圈 然后把这个钱赚到手 我 我是反正是 我觉得当时 我也是想着天真了 实际上他们那些司机 当时他根本连这个邮费 他都省了 他是直接坐一个公交车 上去之后 就坐着那公交车 满层到处溜 然后他就 到这个站的时候 他发一个单 然后马上自己接单 接单之后 他设定的那个地点 就到下一个 下一个点 然后下一个点 直接 完成这单 然后马上又再 派单 他就每天坐 坐着那个公交车 就满层绕 所以当时 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那位滴滴车师 师傅给我说 他说 他当时是半年时间 刷了有40多万 这个金额在 中国大陆的 就是 大多数人的 收益来看 已经算是不低的了 一个月 差不多有7万块钱的收入 相当高了 但是我知道 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滴滴已经改规则了 要不然我自己也去干了 因为 滴滴当时 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一段时间呢 他们也察觉到了 但是他也没有追究 那些司机的责任 也没有说 你是非法刷单 还是怎么样 他也末日了 之后呢 他就改了规则 他就是派单 现在就不会就近原则 他会派出去 500米 或者1公里 或者2公里 他会往外派 所以我们有时候明明打开这个滴滴 你看到 那个软件上是显示说 就你旁边就有一个车 他就不给你这个车派 他就派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他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刷单 薅他这个薅羊毛 然后说完滴滴呢 我们就再说一下这个支付宝 支付宝呢 当然他实际上是 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国顶尖的人才 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 他们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也搞出一个挺大的漏洞来 然后呢 也被有心人利用到 当时网上有两个贴图 一个是53万的收益一个月啊 另外一个是一个月173万的收益 这两个当时其实算是比较高调的内容 因为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 参与了这个事情的人 他当时怕其他人知道 怕其他人参与进来瓜分这个蛋糕 所以当时他们都是采取了什么 就是闷声发大财的那个 所以实际上真正正正的一开始 就参与到这个事情的人 他耗盗的绝对比这个数字 肯定高 指高不低的 当时支付宝搞这个促销活动呢 他主要是想抢在线下支付这块市场 然后呢 他推出这个活动呢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你参加他这个支付宝 每天有一个红包抽奖 你会随机抽到一个金额 几块钱或者十几块 实际上并不算小 然后抽到的这个钱呢 你可以用在商家那边去支付 你的一些消费 比如你吃早餐 吃一个早餐 你比如说这顿早餐 十块钱你抽中了 你有五块钱的一个红包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拿你这个红包 五块钱去冲底你这十块钱的这个早餐 然后另外的钱你肯定要 还是要从支付宝支付 那么你就逐渐养成使用支付宝 进行线下支付的这样一个习惯 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然后他就为了产生一个裂变嘛 我们所谓说裂变就是我介绍给你 你再介绍给下一个人 就产生这种裂变的效果 这个裂变效果是非常可观的 他就为了产生这个裂变 他就设计了一个规则 就是如果我利用二维码或者验证码 我发给另外一个人 另外这个人通过扫我的二维码 或者是就是复制我的这个验证码之后 再打开支付宝 他就会弹出那个参与活动的界面 那么就是通过扫码进去支付宝的这个人 他每天不管抽到多少钱 就是介绍推广给他的这个人 同样会得到同等金额的一个红包 这个东西就很可观了 我如果推一个人出去 他每天抽中 他每天抽中多少钱 我都有对应的红包 他抽十天我就有十天的红包 那么我推十个人出去 这十个人每天的抽中的红包 我也有对应的红包 当然他这个前提是 这个红包他要把它用于消费才能够 你这个推广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红包 但这个绝大多数人如果抽中红包 都会把它用于支付 抵扣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开销 所以这个红包就说还是很可观 而且也很好赚的 那当时呢 这个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都是什么呢 可能包括现在看视频的这些朋友 可能你们想的都是什么呢 我就通过社交平台呀 比如说我们国内常用的微信啊 朋友圈啊 还有微信群啊 还有QQ群这些 我就通过这些社交平台 通过这些自己的人脉圈子 我就去给别人就去发这个 我的二维码 让别人去扫 因为这个事情嘛 实际上是一个皆大欢喜的 它不存在说我坑你 不是说你帮我点赞 或者砍一刀 你有什么损失 你同样扫进去 你也得到红包 我也有红包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事情 所以它不存在坑谁 所以当时最早就是 醒悟过来的那些人呢 就按正常的这种规则 通过这些渠道 去进行推广 那么这些人呢 就适当的拿到一定的好处 就通过这个活动 有些拿到几千 甚至有些推得积极一点的 拿到了上万块钱 但是你要说通过一个活动 去拿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你要通过这个自己的圈子去推 那是很难的 因为你在推的时候 其他人看到了了解到规则 他也在别人也在推 所以这个同样一个群 可能一下子有好几个人 就都在发这个信息 那么这自然而然就肯定会 相当于把这个蛋糕就分掉 那么当时其实真真正正的 有头脑的人 他就做了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是什么呢 他不是测那二维码 他反而是对那个验证码 就一个数字 还有字母混合在一起的那个验证码 他进行了一个测试 他就发现这个验证码 混在其他文字里面 只要那个文字里面没有数字 没有那些 不打乱他这个验证码的顺序 或者这个排序 那么当别人复制这一整段话的时候 同样打开支付宝之后 同样会触发这个抽红包的这个界面 于是这批人就开始动了另外一个脑子 他就直接利用那个短信群发的那个功能 给大家群发短信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手机实际上 大家都经常收到商家的那个推广短信 尤其是前几年那个推广短信 呃 约束是少的时候 各种乱七八糟的短信很多的 每天你购物的商家 还有那些都会给你发短信推广 那么这个群发短信实际上 每个群发短信的 他费用实际上是很低的 尤其是发的越多 他的那个价格单价就越低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价格呢 就一万条短信 呃 他发送的价格大概在两百块到四百块之间 你如果发的少 就你一发个一两万 他就是四百块 如果你发个十几二十万 他可能就是两百 两百块钱 就这样一条短信的 那么这些人他就编辑了一个短信 他就前面加上一个扩壶支付宝 他就首先让你觉得这个可能是支付宝给你发的信息 他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支付宝官方信息的这样一个东西 啊 扩壶支付宝 您的双十一红包 已经到账 复制本条短信 打开支付宝 可以即可领取 或者就类似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或者说支付宝给你发红包 什么样的啊 然后好多人呢 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他就抱着一个尝试一下 反正我复制打开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复制之后打开支付宝 一看哎 真的有红包哎 然后发现第二天还可以抽 那么这样你看 一万条短信 发出去平成本大概就两百多块钱 这一万条短信里面 只要有啊 一百个人去这样操作的话 那么每个人当时那个红包 基本上每天都能大概抽到五块钱左右 平均数基本上是这样的 可能有时候低一点三块 可能有时候高点十块 但每天大概能抽到五块钱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百个人 点开他去抽奖 那么至少他这五百块钱是足够的 也就是说扣掉两百块的成本 他这五百块至少是不会亏的 更何况这些人他不是抽一天 他在一个这个活动持续一个月 也就是说 他在一个月都会点进去抽奖 那么这个钱就源源不断的来 而且他这个实际上据我所知 他测试的那个比例当中啊 是远远高于就是一万个人里面 有一百个抽这个这个比例的 也就是百分之一嘛 实际上是高于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一万个人里面 至少有一千多个 去点开这个短信 复制这个短信去抽奖 而这一千多个也会在后续的时间里面 持续的去抽奖 所以到最后你就看到有人贴出来 自己一个月里面得到了五十三万的红包 还有一个人贴出来一百七三万的红包 但是实际上真真正正那段时间 那种下手找的那些大佬啊 他的收入是绝对不止这个数字的 他只不过是闷声发大财而已 那么我们说 今天说这个薅羊毛的一些事情 前面我说商家有意无意 为什么我说商家有意无意呢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反过来 也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 当时他们其实啊 比如说公司高层 他其实是有任务的 比如说你今年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他当时搞这个活动呢 他其实有人薅羊毛 你说他们能自己不知道吗 他肯定多少后台数据也能看到 但是实际上 这些薅羊毛的人自己得到了好处 但是对于这个公司的那些高层 或者是对于公司来说 他的那个数据面会非常好看 他的那个营销数据非常好看 所以呢 这个羊毛党和这个企业之间 到底有没有一个互相纵容的一个 在里面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 只是说 他确实能够让这个销售数据很好看 尤其像那个 像滴滴当时刚开始布局的时候 他抢市场的时候 他是很舍得砸钱的 那么这时候当时那些 就是司机自己拿了好几个手机满城 这样去刷那个单 他那边他数据会看不到吗 他那边后台数据 其实很简单很清晰 很容易就能看出异常了 但是尤其后面他 你说他完全可以通过 就是说 我追责你这个人 认为你是 就是非法利用我的这个规则 来来就是赚取不当利益 他是可以这个理由来 就是撤销对他的那个费用支付的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实际上呢 滴滴公司也没有对这些司机去追究 所以呢 有没有就是另外一层意思在里面 就是说 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的好处吧 对于司机来说 利用这个东西 风控的赚一笔钱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 他有一个很好的数据 这样呢 他可以拿着这个数据 去拿到更多的融资 以上呢 是一个个人观点 不知道各位朋友呢 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一期呢 也会争取再讲一些 这样一些 现代社会里面的 包括现在都还在 存有的一些骗局 都还在使用的一些骗局 欢迎大家关注 并且打开那个小铃铛 这样的话 有新的这个内容的话 会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希望大家通过看这个呢 也能够避免 今后有类似的一些骗局 发生在自己 或者周围朋友 身边的时候 可以去避开它 谢谢收看